菲律賓現在把這個事情 如果說真的 它就是因為美國在旁邊 一直持續的在拱火的話 我不曉得這個菲律賓 到底是不是真的 想要趁機把它鬧大 或者是說是美國 希望菲律賓把它鬧大 因為呢現在是算一算 到9月初 9月初我們知道 9月5號 6號 7號 即將要召開的是 ASEAN東盟的峰會 那是不是可能就想要借機 把這個事情鬧大 把它鬧上這一場東盟峰會 趁機就看看菲律賓 要如何向大家告狀 是的 確實是 美國要菲律賓鬧大的 也就是說菲律賓是在配合 美國演這場鬧劇 首先是這樣子 因為布林肯去參加 東盟外長會議的時候 他在這個會議中 就直接無端的 就指控中國 說中國對於周邊的鄰國 小國就是類似像菲律賓 這樣的一個小國 那麼進行這種霸凌 然後進行這種脅迫 他就這樣先指控 指控完了以後沒有多久 菲律賓就開始在仁愛礁 就開始有動作了 然後第一次中國大陸 還是讓他上船 結果我們已經講過了 也一位高階的軍官 就混沖成為漁民上去 那麼還把軍服穿上去 還打卡 那中國大陸就覺得 這個不可以忍耐的事情 那接著當菲律賓 在第二次再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 就是中國的海警船 就把菲律賓的海警船 把它頂走 那麼沒有撞到 但是已經很近距離了 第三次菲律賓 再靠近的時候 那帶的就是艦材了 中國一定要把它驅離走 那當然那就是用 噴水的方法把它噴 但是中國沒有把那個 菲律賓的這個船噴 真正的把它 噴翻 以對它來噴 事實上是畫一個距離 把它驅逐走 所以說克制專業 對 那菲律賓 就自己在無端的告狀 那現在菲律賓 要在這個東盟的峰會之前 要把事情鬧得更大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就是美國要菲律賓這樣做 菲律賓完全配合美國 因為是先布林肯 先發難 然後菲律賓去製造事實 然後接著就要在 東盟的峰會中要告狀 對 所以大陸外長王毅 其實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一次 其實他在出訪東盟國家當中 他其實就談到 中方認為是美國 故意藉著人愛交問題 煽風點火 在中非之間挑動是非 而且他也強調 其實中國大陸的態度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能夠跟菲律賓 透過雙邊對話 妥處存在的分歧 妥善處理存在的分歧 然後呢也說希望菲律賓 一定要恪守以前達成過的共識 要珍惜雙邊關係 改善積累的互信 要跟中方相向而行 這話菲律賓聽得進去嗎 那菲律賓現在如果聽不進去 王毅是不是也知道他聽不進去 那我就好奇 那他講這個的用意 難不成未必是講給菲律賓聽 講給其他東盟國家聽的嗎 其實中國對於所有有爭議的國家 包括印度 包括跟越南 包括日本 包括所有的 其實中國的態度跟立場 一直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現階段 我們都是新興的發展中的國家 那除了日本以外 那我們本身應該要致力於 我們自己的經濟科技的發展 改善民生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們對於有爭議的問題 我們擱自爭議 我們慢慢談 但是現狀我們不要去動它 不要去改變 然後我們去尋找 新的合作的空間 而中國到任何一個國家 它其實帶來的都是投資 建設 然後增加貿易額 然後雙方的合作的空間 再更大一點 其實這個是成本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中國 例如說中國到菲律賓去 幫它做基礎建設 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動不動就是幾十億 上百億美元 那不管跟印度 或是跟越南 或者是跟菲律賓 或是跟馬來西亞 其實跟所有的國家 中國都是用很高成本的方法 來去你這個地方 所以對於菲律賓的人民來講 他們的人民生活是會變好的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 它的交通建設會變好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 即使很多國家 或是很多人民都知道 中國來的帶來的 是更多的就業機會 可是美國它用的 確實很低成本的 那也就是說送你幾艘船 可是那個船又不是先進的船 是美國要除疫的舊船 送你幾艘船船 然後呢 再因為它知道 亞洲很多國家崇美 就崇拜美國 所以呢就邀請你 反正看到白人 那有些亞洲的國家的人 他就很興奮 那就覺得很有面子 然後呢你看到 他們就利用這樣的一種虛榮 這樣的一種崇美 他就邀請你亞洲人 到華盛頓去做客 可是說實在話 他是低成本的 然後呢他的高官 若一不覺得到你的國家來 他們的政客就覺得 自己炫耀到不行 你看臺灣的 其實就很明顯嘛 阿狗阿貓 蔡英文都要會見 阿狗阿貓的禮物 他都要收 阿狗阿貓的獎牌 他都開開心心的收 掛在他的牆面上 那只要是白人 他就開心到不行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自卑感 嚴重的自卑感 可是由於嚴重的自卑感 半發出來的就是崇美 那崇美呢 美國人就滿足你的虛榮 這些大官路易不覺得來 這些人就覺得自己不得了了 有美國人可以依靠 其實美國人那個成本很低 但是他破壞性就極強 是 但現在你看喔 這個王毅現在也已經 既然講的就是說 其實錯錯在美國 他不能直接的是說 菲律賓的不適 就是說他並沒有特別去強調 這一點就是希望菲律賓 要能夠什麼 要能夠清楚 很清楚的有這個認知才好 跟中國大陸要相向而行 所以現在呢 這個杜特蒂這一邊 我不知道他的力量還大不大 因為現在目前來看 小馬可是很顯然 他還是走親美的路線 是的 對不對 因為美國一般來講 他用的手段 一個是利用 我送你一點東西 一個是空頭的承諾 例如說我給你承諾 說你如果怎麼樣 我一定會怎麼樣 我的軍力一定會保護你 給你安全上的承諾 可是第三方面 他就用威脅 威脅就是說 因為他在研究 對方的政治人物 因為你知道在發展中的國家 政治人物多多少少 都會有一些把柄 那美國的CIA 他們其實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去掌控你的把柄 或是設計陷阱 讓你跳進去 跳進去以後 他就控制你的把柄 當他控制你的把柄 那例如說小馬可是 可能家族在美國 因為小馬可是他的父親 他們以前的政權 貪賭的情況很嚴重 很多的錢都移到美國去 那這些錢大量的在美國 那你想想看 那美國人就掌控 你的司法的問題 掌控你財產的問題 掌控對你的家族的 這些問題 他就可以脅迫你 那由於菲律賓 它本身是政治家族控制的 所以老百姓 一般的老百姓 基本上是很苦的 貧富的落差很大 然後永遠都是 政治精英在控制 你想美國只要控制 政治精英 這些政治精英 就枉顧菲律賓人民的利益 那當然壞事就幹了 可是現在 菲律賓也不是這麼笨 它到底是不是有什麼 有求於美國嗎 就是說你美國要 直接要給菲律賓 或者說菲律賓現在在跟美國要東西 美國不會給多少東西的 美國人就是一張嘴 他不會真正的從口袋裡面拿出來 可是菲律賓也許想要啊 譬如說你要送我一艘船 兩艘船三艘船 或者是送我武器啊 一般來講美國的做法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把舊的東西 把舊的要除役的船 那我就送你了 送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要台灣 在過去美國也有要求台灣 台灣那個時候有一批戰機 要除役了 因為實在是太老舊了 他就要台灣把那個戰機 用一塊美元一降 就送給菲律賓 然後要不就是要日本人買單 然後就日本人就買單了 就給菲律賓一些船艦 所以您看到的就是美國人通常都是要 旁邊的這些人幫他買單 但他自己本身是不太願意付錢的 他要付的我再強調 都是他要退役的船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在講到 東盟峰會的話 其實那越南也會開對不對 對 那越南的態度會是什麼 這實在是令人很好奇 因為你剛剛講 越南現在可能也在跟美國拋媚眼 越南現在是兩邊在玩 他像美國那邊就打中國牌 像中國那邊就打美國牌 所以他到中國大陸來訪問的時候 他就好像跟美國有安同款曲 讓你中國大陸知道說 美國也在跟他招手 然後他到你大陸來的時候 他就給你要東西了 例如說他給你要高鐵 然後他給你要農產品 要再多進口一點 第三個他要 他要求配額要再多一點 什麼配額呢 因為越南的交通基礎線是不發達 所以他有些產品是進入中國 再從中國那邊轉運出去 那中國就有配額的管制 他就要求你配額再放款一點 那他上次來的時候 由於高鐵這個部分 中國並沒有答應 因為這個部分中國要再思考 那這個時候你看 菲律賓 越南馬上就打電話給美國了 就打電話給美國 說他邀請美國人去訪問 拜登去訪問 你看拜登就興高采烈說 你看七月份的時候 越南他們就打電話給我 很渴望見我呀 那就代表什麼 越南就在玩兩手 所以他現在在跟美國人開架了 范明正在去年 不是被拜登 他們拉了一堆東盟的國家 到華府去 范明正故意 在他的記者會 在召開休息室的時候 把越南的記者帶來 而且要他們播出來 他就講了幾段話 第一段話他說 我越南人誰都不怕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 一個含義就是我不怕美國 二層還義 就是我不怕中國 所以你美國可以利用我 因為我不會怕中國的 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不怕美國又不怕中國 但會不會其實中美兩國他都怕 其實越南是很難搞的 但是他就會跟你玩這一手 接著他就說 我又不是乞丐 1.5億要買我們這個東盟國家 哪有這麼好康的 這意思也就是說我可以被買 你只要給我足夠的錢 足夠的東西 那我要去對付中國 我是可以幹的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范明正就把這個訊息 釋放給美國了 美國也掌握到 所以這一次我們來看看 拜登會從口袋拿出多少東西來 我估計拿不出多少東西來 所以到時候拜登去忽悠一下 范明正 忽悠一下越南 我們來看看越南到時候 又會鬧些什麼事 但是越南如果實際上的東西 沒有拿到的時候 他們馬上又會翻臉 那現在其實在海上就是要秀拳頭了 海上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大陸的這個海警船 哇 又高又大 完全壓過菲律賓 那現在問題還有一個海上民兵 我看到CNN的訪問呢 它其實裡面有一篇報導 說中國大陸有小藍人部隊 這個裡面還特別訪問了 史丹佛大學的學者 那麼說中國用的軍艦 阻擋外國船隻宣戰的行為啊 但是用了民兵船 就是把事態維持在灰色地帶 然後你看飛國海巡 他們發的影片 中國海警船隻旁邊 不是就有好幾艘藍色的漁船嗎 一起在擋飛國的船 所以這是中國的軍隊 跟據稱為小藍人的 中國海上民兵之間的關係 那它其實要凸顯這個部分 那是要告訴菲律賓說 所以既然中國大陸 有所謂的小藍人 那就是Little Blue Man 用Little Blue Man 那你菲律賓呢 菲律賓現在說好啊 那我也要來訓練我的漁民 來建立海上民兵 所以菲律賓也要有 它的小藍人嗎 戴老師 第一個我覺得 美國人的主觀偏見啊 坦白說或者是我們講的雙標 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坦白說我們已經對美國人的 不管學者或是誰 或是官員的講話 我們都覺得實在是已經是可悲 既可悲又可笑 為什麼 美國不是一直在告訴全世界說 我有航行自由嗎 對 那你有航行自由 中國為什麼沒有航行自由 當然有 你愛怎麼開就怎麼開 那中國的船 為什麼不能愛怎麼開就怎麼開呢 所以你美國的船可以愛怎麼開就怎麼開 中國的船當然也可以愛怎麼開就怎麼開啊 既然是如此 你怎麼可以說 中國在這個海域中 尤其在自己的海域 在這個地方行走的時候 你說中國去包抄這個菲律賓呢 你怎麼不說是菲律賓去衝撞中國呢 對 我是覺得這個簡直是是非黑白亂七八糟 因為你美國的船 不是從常常到中國的家門口 你還說哎呦你這個中國 你不跟我建立軍事這些 你是在製造戰爭啊 你跑到我家門口 你說我在製造戰爭 那不是很是非黑白導致嗎 同樣到你菲律賓到中國的家 海域了到中國的院子了 你是在航行自由 還是中國在航行自由 我是覺得美國的學者 也是已經亂的一塌糊塗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講民兵海上民兵組織 菲律賓要訓練囉 訓練得出來嗎 第一個 他講完了以後 結果他帶了一句話 可是我們沒有船 沒有船啊 那這海上民兵要一塊 游泳的方式嗎 他的意思就是你美國 要我做這件事 美國給船 日本給船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現在要的就是 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 你給我船 我來玩這個遊戲 那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以民兵的經驗跟組織 跟訓練的話 那我覺得菲律賓不要鬧了 怎麼說 中國幾萬艘 中國有多少艘 一般我上次資料我不確定 我上次看好像說9萬多艘 我不確定 這個我還在堅持 要再查一下 但是人也多啊 人也多啊 何止是船 因為中國的海岸線 比美國的海岸線長啊 是 中國是真正的海權大國 所以菲律賓在這個時候 要訓練 訓練得了嗎 要向中國大陸取經嗎 到中國的海事學校讀書吧 好 所以現在你認為 就是說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船根本沒有 那要看美國日本會不會提供 沒有經驗 沒有能力 沒有知識 沒有教案 沒有準則 沒有船 好 什麼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啊 那這怎麼能訓練呢 好 那就算訓練得出來的話 那也要慢慢的等了 那大陸外長王毅 倒是在這一次我們看到呢 他是不是先去東盟的其他國家 是針對南海可能的衝突 先去打個預防針 這一次看到他在 重新接掌了外長之後呢 出訪了包括新馬 柬埔寨 這三個國家 怎麼看他此行的成果 我覺得王毅不得了啊 我們都知道新加坡的戰略地位 我們講的不講硬的 我們講軟的 新加坡他在整個東盟的輿論中心 他是領導地位的 然後在國際間也很注意 新加坡的一舉一動 所以當王毅到新加坡訪問的時候 世界的媒體 輿論都在關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平台裡面 中國把美國在亞洲的 惡行惡狀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呢也告訴東盟的國家 我們本來是一個很和平 很安靜 很穩定 而且事實上大家都在共創繁榮 都在解決我們人民的生活上的問題 但是美國來這個地方挑撥離間 來製造事端 不要上當了 我們被美國人搞得太久了 真的可以停了 其實這是苦口婆心 但是透過這個輿論真諦 讓東盟的國家 讓全世界知道 美國在這個地方鬧事 挑事製造事端 現在菲律賓已經進來鬧了 其實就是在勸菲律賓不要再鬧了 也讓東盟的國家知道 菲律賓配合美國在鬧 所以東盟的國家 其實可以勸告一下菲律賓 不要再鬧了 對 要不然的話 菲律賓可能會孤立到自己 是的 另外一個在提醒越南 因為不要走菲律賓的勞路 對 這個對越南不好 看看我怎麼對菲律賓的 你越南看清楚 而且呢 事實上 中國也沒有要改變現狀 可是如果你越南 真的要改變現狀 現狀真的會改變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越南沒有必要 配合美國演這場戲 我覺得這是在新加坡 一個工作的重點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一帶一路 所以我在推測啦 不確定啦 怎麼說 是不是在跟新加坡的 相關的領導人在溝通 有關於基隆坡到新加坡的 這段高鐵 到底是不是採用中國規 也就是國際標準 還是要採用日本 因為看起來 中國的一帶一路 在老撾是成功的 那老撾成功了以後 我們看到泰國已經表達 很明顯的就是意象了 就是真的很有意願了 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猶豫不決了 因為當時同步是中老泰 是同步的 但是因為當時在做基建的時候 是同步的 那後來泰國由於猶豫不決 因為被日本人一直吸引 日本一直吸引在爭取泰國 所以泰國就在中國跟日本之間 猶豫不決 那老撾他的 他是比較單純 他就鐵了心跟中國合作 所以中國是在同一年就建起來了 現在斑斑克滿 那泰國到目前為止還是零 空在那裡 所以日本已經證明是不行的 那現在泰國有意願加入了 您想 中國已經幫柬埔塞 建了四千多公里的公路 那柬埔塞的鐵路也拉起來 泰國鐵路也拉起來 是不是馬上要進入馬來西亞 那現在馬來西亞也很有意願 那最後那一段 我們當然希望連結到新加坡 那所以我覺得我的退斷 在這一次很有可能 跟新加坡有這個一個溝通 所以會不會他們都要去參加 十月份在中國大陸 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這三個國家的領導人 應該都會去 一帶一路峰會到時候 是開實實在在的會 不是說什麼概念啊 理念啊 倡議啊 沒有啊 是很具體的項目跟內容 是的 而且還包括通關 那都方便性啊 還有貨幣的結算啊 還有就是說整個沿線的時候 它的鐵路車票的拆算啊 因為你哪一段 哪一段都不一樣嘛 那它的那個價錢的拆算 你都不會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它有很多的細節 都要討論的 新加坡當然在澳洲 他們的國際政策研究所 其實有一份報告 其實有一份報告 跟大家講一下 說美國印太司令部 其實在2018到2021年之間呢 在新加坡的人員數量 有增加12% 在這段時間之內 其實新加坡向美國 所採購的武器裝備 它的數量是全東南亞國家的排第一 所以新加坡其實跟 美方的這個軍事合作關係 其實還是緊密 是的 那也因此當然大家就會關注說 那大陸方面會不會還是希望 能夠削弱新加坡跟美國 彼此之間的一個防衛合作 這個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我們也看到就是 柬埔寨跟馬來西亞 其實王毅去的還真都是時候 馬來西亞在大選 柬埔寨有新的領導人 對不對 所以賴老師 中國不會削弱 新加坡跟美國的關係 中國只會想增強 新加坡跟中國的關係 讓新加坡有更多的籌碼 所以新加坡如果以後願意的話 也可以向中國採購先進的這些武器 那如果新加坡不願意採購 未來的馬來西亞很有可能 會跟中國大陸採購這個先進的 假設未來有殲31的話 那馬來西亞很有可能 可以向中國採購到 例如說052D這些或是052C 或是052A的出口型的 因為像泰國就買到了嘛 那所以未來很有可能是 馬來西亞向中國大陸 買了先進的導彈驅逐艦 先進的柴油動力潛艦 先進的戰機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國不會想要削弱 新加坡跟美國的關係 而是要增強 中國跟新加坡的關係 馬來西亞王毅的訪問 時機恰到好處 因為剛好就是在於 馬來西亞的大選 而在這個大選中你看安華 因為他安華是從過去以來 一直到現在 他一向對於中國的態度 是友善的 那當然馬來西亞的整個 不管是誰執政 對中國的態度都不會太糟 這個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但是只是說更 跟中國更友善 那當然安華是非常好的 一位領導人 在這樣的情形下 王毅在他選前去的時候 會使很多華人 他們會感受到 中馬之間的關係會往上拉 那貿易額會增大 經濟投資會增大 兩元的空間會更大 那這樣的話 對華人在這個地方的經營 會有更大的機會 那這樣的情形下 他投票意願會更加增強 那當他出來投票的時候 我們看到結果 果然非常對安華有利 所以安華的政權更加的穩固 那這個您想 那未來在安華任期期間裡面 中馬的關係只會更好 不會更糟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化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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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二十六十幾 二十六 五十六 四十八 六十七 松蔥 五十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